欢迎光临橘色咖啡 橘色咖啡馆 陪你一起聊生活 聊信仰 嗨 朋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G1认识耶稣第二集 上一集我们分享到为什么要认识耶稣 我整理了四个好理由 第一个是邀请耶稣陪你面对人生 第二个是享受全新的赢家生命 我们原来的生命也许有些不OK 而且有点失败 我们常常拜给自己的软弱 拜给坏习惯 拜给生病 拜给死亡 但是耶稣要赐给信靠他的人 一个得胜的新生命 一个丰盛喜乐的赢家生命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句超棒 请你把它背起来好吗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活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 就是重新出生一次的意思 并且因着耶稣战胜了死亡 这个新生命的本质是一个赢家的生命 但这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就从那天起 就全部OK 没问题了 而是我们要去启动这个新生命 去展开得胜的旅程 与你分享今天的第一杯咖啡 以靠耶稣展开得胜的旅程 你就是生命赢家 我曾经是一个一天要抽两包烟的 22年的老烟枪 我跟家人同事讲话的过程中 我会一直找机会假装去打电话 其实是跑去抽烟 这真的还蛮严重的 我试过靠着意志力戒烟 但最后都失败了 后来我认识了耶稣 我本来以为受洗以后 我人生马上会有大转变 比如说会自动不想抽烟 或者脾气变好了 或者是财务困境就解除了 但是过了几周我发现 好像都差不多 差别大概只有我越来越喜欢唱诗歌了 那也不错了 大约一年半以后 我是真的很想接烟 有天我就跟耶稣求说 明天起床我就自动不想抽烟了 好吗 拜托 结果隔天起来我还是想抽烟了 于是又这样继续抽下去 那时候我觉得耶稣都不理我 然后我很失败 而且没点一根烟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更失败 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儿子 去拜访朋友要爬楼梯的 我儿子就说爸爸我爬不动 他就要我抱他 我就说可以啊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也要努力啊 我就要他自己走几步 然后我再把他抱起来飞几步 他觉得这样很好玩 我们就这样爬到三楼 那时候我感觉好像 耶稣也在对我说 哈喽 我可以帮助你戒烟啊 但是你也要努力啊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 你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啊 那时候我恍然大悟 马上把整包烟掏出来 丢进垃圾桶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战胜了烟影 很开心了 但是过几天我还是想抽烟了 于是我就祷告 主啊你再一次帮助我 然后就这样挣扎了几次都得胜了 于是接下来这六年多 我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了 感谢神 这个戒烟的经历 其实我有很大的收获 与你分享第二杯咖啡 信靠耶稣 我们会经历得救的转变 并且展开得胜的旅程 我们先来看这个得救的转变 至少包含三点 第一点 罪得赦免得自由 我们因为罪与天父的爱隔绝了 耶稣为我们把这些罪担当起来 就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救出来 我们就得救了 自由了 第二个 成为天父的儿女 因为罪得赦免 我们就算是无罪了 也就是称义 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并且得到死后可以上天堂的资格 这是一个爱的资格 第三点 耶稣赐给你赢家新生命 因为信靠耶稣 我们与祂同死同复活 耶稣就赐给我们一个 胜过死亡的新生命 详细你可以查看罗马书第六章 六到九节 所以回到我刚受洗的那天 我当场就成为了天父的孩子 我也不再被罪捆绑 并且我有了一个赢家的新生命 这些都是得救的转变 但是我的身体 我的老我 还有一些坏习惯 老毛病在那里 比如还是想抽烟 再加上偶尔魔鬼撒旦来闹一下 让你心情很糟 那时候我又开始动摇了 有一次我就心情很糟 跟路人要了一根烟 然后蹲在马路旁边 我就在挣扎要不要抽 那时候我突然想起 不对啊 我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生命吗 不要走回头路吧 于是我就开始祷告 求神帮助我 然后自己也凭着信心去行动 就是再一次把烟丢掉 然后几次下来 我就一根烟一根烟的得胜了 最后我就真的不抽烟了 感谢神 这算是我得胜旅程上的第一个胜利 得胜的旅程其实长达一辈子 我们也要越来越熟练 如何靠主得胜好吗 与你分享第三杯咖啡 累积你的小胜利 越来越有大信心 请不要小看一根烟的胜利 当我们累积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经验 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大 像现在我就觉得 耶稣你真是太棒了 连烟都可以帮我戒掉 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 这就成为我的信心了 相反的 如果我们不祷告不挑战 天天累积一点小失败 那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 又慢慢被困住 发挥不出来 不是吗 那你说万一不小心又抽烟了怎么办呢 我不是说信耶稣就要戒烟哦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抽烟 或是戒烟失败就怪自己 或是觉得耶稣不爱你 不用 那么戒烟成功的人也不用骄傲 毕竟那是耶稣厉害 不是我们厉害 好 回到这里 万一我们又犯错了 又搞砸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有错就改 耶稣就是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嘛 祂才为我们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有错就改吧 天天倚靠耶稣的爱前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为了救我 甘心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祢复活的大能 赐给我全新的生命 求主教导我 带领我发挥这个新生命去爱 活出精彩有意义的人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可以分享讨论以下 你是否有靠祖得胜的经验呢 不一定是靠祖戒焉成功 就算是终于准时上学了 也很值得纪念 不是吗 也欢迎你留言分享 你的收获与感动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